大家好 我是阿柴 最近收到了一个圆缸的游戏采集盒 CV710 我用它来录制PS4的游戏画面 也可以做直播 现在是2021年的9月 这个CV710采集盒估计是2014年发布的 7年前的东西现如今还能用吗 下面我们看一组对照画面 先来一段PS4游戏机内录的画面 下面这段是用CV710录制的画面 CV710的录制效果还不错吧 因为目前各大视频网站1080P的分辨率仍然是主流 所以这个CV710的采集盒仍然是可以胜任的 它的优点是1080P60帧 色彩是YUY2 那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采集卡的视频 对比测评 说这种一二百块钱或者比较便宜的采集卡 色彩都是M狗PG的 那个颜色是不如YUY2的 色彩最好的是RGB 但是价格非常高 一般来说YUY2的这个色彩模式是比较好的了 另外它这个采集盒的延迟也比较低 清晰度也很好 而且还支持苹果麦克系统 当时这个采集盒的价格应该是1000多块钱人民币 说了这么多优点 当然它也有缺点 比如它不支持4K分辨率 也不支持环出 另外它需要USB3.0 在电脑端的设置也比较麻烦 对电脑硬件配置也有一定要求 这些要求对于2014年的电脑来说算是高的 但是对于现在2021年的配置来说几乎可以忽略 由于这是一个老设备 对现如今的新系统来说它支持的不够好 主要是这个厂商它的驱动程序没有更新 但是这些小问题都被我解决了 下面我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这个采集盒的来龙去脉以及解决思路 首先说一下这个采集盒的来源 这个采集盒是一位B站的UP主叫宋少宏送给我的 再次表示感谢 我经常录制一些游戏视频 PC游戏一般直接用OBS录屏 4K画质很不错 PS4的游戏我用机器的内录 但是这个内录是720P的 而且画质很差 以前我觉得这个画质还能接受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不能接受了 于是我就上网调查了一下1080P级别的采集盒 采集盒 初步选定的是圆缸的GC551 价格是799块钱 我也看过很多测评 100到200块钱之间的这个采集盒色彩都很差 有一天我和宋会长聊到了关于采集盒的事 它正好有一个不用的采集盒 可以送给我 它现在录视频用的是PS5和XBOX Series X的机器内录 不需要采集卡 正好呢 我最近也没有升级PS5的计划 这块CV710正好适合我目前的需求 下面分享一下圆缸CV710的关键信息 优缺点都说 这个采集盒目前还能买到二手 价格在200到300之间 它最大支持1080P60帧不支持4K 而且不支持环出功能 环出的意思就是说 视频的信息流入到电脑里 用电脑录制或者直播 另外还有一条线是输出到显示器 或者电视上可以直接玩游戏 一个PS4同时向两个地方输出信号 一个录制 另外一个游玩 一般游玩的时候延迟是很低的 这个设备不支持环出 它只有一个输出输出到电脑端 用电脑的屏幕来玩PS4游戏 也可以买一个HDMI的1分2的小盒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录视频可以用圆缸自带的软件来录制 也可以用OBS录视频和直播 玩游戏和录视频的时候可以全屏 效果和PS4接电视显示器区别不大 关于延迟我几乎感觉不到 我看过相关的评测 说CV710和GC551它俩的延迟是差不多的 另外我在录制游戏的时候 CPU和响卡的占用都比较高 这个后面会详细说 这个采集盒它需要USB3.0的接口 不需要额外供电 CV710虽然支持苹果的Mac系统 但是它最高只能支持到Mac OS 10.13 这个后面详细说 下面分享一下CV710 在Windows10上使用的时候 都出现了哪些问题 以及解决办法 以PS4为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不显示PS4的画面 解决办法是 要关闭PS4里面的HDCP功能 在PS4的设置菜单里面有一个系统 在里面可以关闭 HDCP 第二个是 PS4的游戏声音有爆音 呲呲啦啦的声音 解决办法是 手动更改驱动 记录不是更新 是更改 在原缸的官网上 CV710的驱动比较老 它不支持新版的Windows10 可能是这个设备太老了 厂商没有更新驱动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解决方案 是安装GC551的新版驱动 因为这个GC551 它现在还在卖 所以驱动是更新的 在安装驱动的时候 需要手动修改并且指定 让系统把这个CV710的硬件 识别成GC551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是 GC551的这个设备名 设备名变成了GC551 驱动呢也可以用GC551 修改之后 报音没了 可以正常游玩 我的Windows10的版本是最新的 REHE 第三个问题 这个采集盒对电脑要求并不算低 目前的电脑一般都没问题 在它的官网上还提供了一个检测软件 可以提前检测一下 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下面分享一下 在游玩游戏和录制游戏的时候的资源占用情况 第一 在玩游戏的时候 CPU占用率是30%左右 这个不算低了 我的CPU是E3VR四核心八线程 第二 录制游戏的时候 用CPU软件 我用的是原钢自带的录制软件 CPU会占用50%到80% 第三种情况 是录游戏时使用的是 是显卡硬件 这个显卡是AMD的RX560 这种情况 CPU占用是30%左右 和玩游戏是一样的 因为CPU不参与录制 显卡的编码器占用80% 我用的是OBS 视频压缩参数是H264 高画质 CQP等于18 所以我录制游戏会用第三种方案 用OBS加显卡硬件 显卡硬编码 这下我又可以愉快的录制游戏了 可以采集到比较真实的PS4原画质了 最后再说一下苹果的MacBook Pro CV710的Mac驱动 它最高只能支持到MacOS 10.13 我的苹果系统目前是用的最新的Bixer 11 它不能使用CV710 如果想要用这台MacBook Pro运行CV710 只能把系统降级到10.13 我开始考虑过用双系统的方式 在这台苹果本上装两个系统 一个是最新的Bixer 用于主力工作 再安装一个10.13 专门用CV710 我看网上说过这个方案是可以的 但我得到的苹果官方确认之后 说这种方式是不可以的 因为分区的问题 我就没在尝试 如果非得要用苹果MacBook Pro运行CV710 可以给苹果本安装个Windows 10 组成双系统 一个苹果一个Windows 10 这是官方认可的 用苹果笔记本的硬件运行Windows 10 然后在Windows 10上跑CV710 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回头我再体验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ia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